小情快乐 小情快乐 其实很疲惫 其实越到了尾声越疲惫 但是呢 在疲惫的同时他心中 有一个劲儿 有一份力量 这可能就是武功纪的力量 很神奇的一个力量 我感觉排武功 其实 组里每一个人都很 对我个人而言 就是他 需要我给情绪和大情绪的一些戏比较多 然后 可能 场数比较多 然后打戏也比较多 所以带来的压力 无形中就会大一些 有的时候呢 那自己也设计了很多可能 想要怎样的地方 但是也是因为当下的可能 场景的变化呀 或者是 一些道具的变化 前部场戏的变化 然后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 调整完了之后呢 还是 还是 非常值得期待吧 和我之前确实 演的一些戏 不是特别一样 嗯 嗯 确实也是我吃过的这个盒饭里 嗯 排在第一第二里的这个巨组了吧 哎呀 嗯 说实话的话呢 嗯 这不是确实在这个发型 发型上和这个 发色上啊 本来觉得可能有一些空间 但是也碍于很多 很多很多很多线 所以就没有实现 我觉得没关系 我在那个人群里 我已经感受到了 那个各种的发型和五颜六色的发色 也算是 嗯 看看就行了 不一定非要自己来 其实武功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首先是一个新墨的王子 然后 他有沉稳的一面 他有睿智的一面 但是 他也很冲动 他的冲动全自 全部都是来自于他的 男子气概 就是在他的一个 父王的影响下 他也想像父王一样 去为子民做的事情 也想重在第一线上 那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武装戏里 拿什么炮 所以我对这个 武庚基这个戏里的那个 竞技之炮 还是挺感兴趣的 嗯 我们武庚基的气氛组 担当可能 不能没有我 哈哈 我是其中一个吧 哎呀 哎呀 根基真的可以列为我这个 目前为止拍过的戏里 哭戏相对来说真的很多的一部戏 有哭得非常难受的戏 也有很多隐忍的戏 但总的来说这种悲的情绪 还是偏多的吧 我们的创作展现是在这个剧本之上的 我们的创作展现是在这个剧本之上的 我觉得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不同的感觉 是因为大家都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呈现的东西都非常的精彩 所以可能在剧里的这种明场面和精彩的戏的数量非常的多 我觉得是这个还是挺值得看的 然后导演也是让我眼前一亮 他用了非常多让我非常没有想到的一些拍摄手法 和一些呈现的手法来呈现我们这种东西 武术导演也设计了非常非常多 让我很惊叹的镜头和一些武术动作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造型也非常的还原 美术也非常的给力 就各个方面都非常给力的情况下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安利的这个领路 全都是安利的领路 各个部门都非常的影响